在英国租客想租一家物业的时候 租务代理会出现几个东西 第一,你有没有Rent to Rent 第二,你的Visa是否可以居留在地方的时间 什么时间?租一个月?租两个月? 可以,那些是短时间 但如果我们叫做革组性的ASD 我们叫做长租约是半年或以上的 这个是有受到佛律保障的 保障业主和保障租客 因为每个人都不会签到ASD 那是半年期的 那关何事呢?我过来吸了Visa半年 我就租半年药 是! 但我打个例子 如果你没有吸Visa之前 作为一个租房间 我是不会和你签约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Visa是否可以 所以你不要支持签你的 第二,当你1月1日可以起租 半年便是5月31日 香港的飞机来到英国 你是否真的在1月1日那一刻 你是可以先签约 是便可以 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朋友 他们在1月2日才找我们 因为你1月1日 你吸的Visa是半年的话 你的Visa是5月31日 但如果你1月2日找我们 想我签半年药的话 就是去到6月1日 好了,我们先看看 如果我签了ASD半年药 你的Visa是5月31日 但刚好这个半年是6月1日 我是不可以签给你的 因为是不适合的时间 这个就是大家要留意一下 这个时间的问题 不是他不想签给你 是法律上签的ASD 是不可以签给你 你一个解决方法 你说他可能要某些朋友 帮你租约 然后叫他问他 我的朋友帮你租的 然后我用我朋友 Use 这个地方 我可以做地址 这些人可能肯定 在你这方面 那变成是一个药 可以让你用这个地方 而用这个地方 你可以用它来报 学校 报 consult 之而之之 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解决方法